小时候 我们家很穷 开了家小小的包子店为生 家 一直都是我常来心中那个小小的名义 有天 妈妈跟我说 你的生日快到了 要我去约同学到家里来亲生 她会准备好吃的蛋糕 那时候 蛋糕对我来说 实在太诱人了 但 我竟然犹豫了 就算大家都来了 妈妈有钱帮我买蛋糕吗 我还是鼓起勇气去问了 到了生日当天 我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而且同学们还说 下次一定还要再来我们家玩 这才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 妈妈揉的 不是包子皮 而是我的生日蛋糕 妈妈那时候跟我说 不让别人清楚我们的内在 才会被人看不起 因为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别人怎么会看得起我们呢 要发自内心爱上自己的家 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这句话 也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请不认评订阅点赞 订阅大家包找到